各位好 我们来看这一个连结体的问题 这是牛顿第二运动定律的经典题目 那这会让我们练习怎么去做受力的分析 好 这里有三个物体 质量30 质量20 质量10 的N1N2和N3 那N1N2用1号绳子连接 N2N3用2号绳子连接 并且在N3的右边有一个拉力是60牛顿 那没有摩擦力 因为它是在平滑的桌面上 好 那这三个物体被拉动 它的加速度会是一样的 它的加速度A是相同的 好 这会是一个重点 我写下 加速度相同 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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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加速度A相同 那第一小题 我们怎么算呢 我们是这样分析的 就是看整体 写下项目好了 第一小题 看整体 看整体 我们这里会用到的公式就是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好 然后看整体的话呢 整体的合力 整体的合力就是向右的60牛顿 因为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60公斤的物体 看整体的话就会是像这样子 然后它的质量是30加20加10 那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 合力是60 总值量是 我们写一下代号好了 N1加N2加N3 再去乘以加速度 那所以60就会等于 30加20加10 乘以加速度A 这么一来就可以算出 加速度A是1 好 所以 第一小题的答案是1 那第二小题呢 它要问的是绳子1号的张力 那绳子1号它有连到N1 也有连到N2 我们要分析的话 可以选择N1为主角 去分析N1的受力 或者以N2为主角 分析N2受的合力 可是N2它有受两边 一个向右拉 一个向左拉 这两个力的合成才是合力 可是如果只看N1的话 看N1的话 它只受到向右拉的力 所以我们以N1为主角来分析 会比较容易 会比较容易 所以这就是 这个解题关键它特别的说明 它说 这种题目就是 有的时候要多做 才会 才会有经验 知道说怎么样是最快的 好的 所以最快的方法就是 只看N1 只看N1 只看N1的话 那就会是这样子 N1它受到向右的力 T1 然后它的质量是30 加速度刚刚已经知道了 因为它们三者加速度是一样 所以 结果就会是 F 合力只有T1 然后会等于N1 乘以A 所以T1 就会是30乘以1 就是30牛顿 就这么简单 所以重点是在 主角 受力对象的选取 受力对象的选取 才是重点 好 那再来呢 第三题的话 它是要问T2 那T2的话呢 它有连接到N1和N3 所以我们也可以选择 左边 分析左边 或分析右边 那其实还有一个 角度 分析的角度 就是 把N1和N2一起看 把N1和N2一起看的话 这时候 合力就只有T2 向右 这样会是最快的 那如果是要 分析N3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但是因为N3有 受两个力 所以这两个力 要加减之后 才会是N3的合力 那最快的方法就是 看 N1 及N2 或者换句话说 就是 看N1和N2 看N1和N2 那 这时候把N1和N2 看成一体 D 它的质量就会是30加20 那它的加速度也是跟D小题一样 也是1 然后这时候呢 它的合力就是T2 那就会等于 N1加N2 再去乘上A 所以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T2就是 50乘以1 那也就是 50牛顿 所以 第3小格 就是50牛顿 第2小格 就是30 所以这一题就是让我们练习 怎么去找 分析的对象 找 受力的 主角 找主角 或是对象 或是受力体 不是对角 对象 或是受力者 或是受力者 题目如果是要问T1 那就找T1的受力者 如果题目是要问T2 张力就问 就找T2的受力者 好,谢谢